由于上班时间许多通勤族都是骑机车到八度火车站换搭火车 因此周边的路边机车格经常不够使用 但是晚上下班后又空出一堆机车停车格 换汽车停车位不够用 因此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会刊争取下 将事办汽机车共用停车格的新措施 方便民众在不同时段停放汽机车 让停车格效益最大化 那路边的机车的停车的位置也相当的不足 特别是在八度火车站的周边 那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白天的时候机车格停了满了甚至不够 但是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 他们下班了这机车格是空的 但是现在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周边的住户晚上的停车位 也就不足了 那正好我们和交通柱有做了一个沟通 是不是能够效法新北的方式 把这个机汽车停车格能够共用 让有需要停放机车的 在白天上班的时候 可以停到八度火车站周边的机车停车格内 晚上空出来就可以让这个汽车能够来停在机车格内 这样子对不管是机车或者是附近的汽车来停车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想这次市政府也同意这样的方式 特别是用八度路在127项 一直要到快要到Toyota这个单边的方向来示范 我想基隆也非常多的地方也需要这样子来呈现 让这个市民在不管是汽车和机车 有更多这个停车的空间 联恩典表示八度火车站周边汽机车 共用停车格新措施 将在年后重新划设后事半实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